对于我们这样的统一的多民主国家来说 民主团结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就像阳光空气和水收益而不绝 实之者难存 在内蒙古民主团结的故事代代相传 可以说内蒙古蓬勃发展的历史 就是由一个个民主团结故事扶写而成的 三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物质匮乏 上海等地聚集了大量的孤儿 当地政府无力抚养 于是三千多名孤儿被送到内蒙古 由内蒙古的俄金门抚养 我记得当时内蒙古的经济水平 还很低 牧民们自己也少吃缺义 但是善良的牧民们依然用牛奶和羊肉 把他们培养长大 他们也是在去年疫情当中 为内蒙古捐宽 为内蒙古捐宽 回报内蒙古 在他们的心里 内蒙古永远是他们的家 内蒙古的俄金 永远是他们最亲的母亲 那么内蒙古如今 从过去的只有登长长野茫茫 风吹草地现有样的景象 发展到如今不仅有辽阔的草原 更有繁华的城市 快速发展的经济和飞驰的高铁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民主团结的理念 深深地重在了每个内蒙古人的心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